在古迹里看画展可以说是一种多重的享受 卢州李氏古宅最近就推出了李珍创作展 展览主题命名为《遗忘的简单》 提醒大家在时间的洪流之中 找寻曾经有过的感动 很多展览虽然展的是文物 但是如果可以和记忆和历史相连接 这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画家李珍这次受卢州李宅的邀请 就以《遗忘的简单》为题 展出多幅近年来的创作 在这个地上这么累 可是我会这么开心 然后好像回到我孩子那种单纯的开心 而且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想说我刚开始定的题目是 我想要的就是简单 但是后来当我在把美国系列搬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哇 以前我比现在更简单 是我遗忘的简单这样子 卢州李才一直希望 可以在这古色古香的园子里 带给民众不一样的感受 包括这次特别邀请李珍老师展出 就是希望让大家找回曾经有的感动 以往的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淳朴 非常的简单 使用的器具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在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连结呢 让现在的人呢 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有一些反思 那也去找找看说 在宅子里面有什么样的物品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对他们有一些启发 炎炎夏日在幽静的宅子里 欣赏这些让人平静 舒适的创作 也不失为一种消暑的方式 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25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沈仲林锦鱼 卢秋采访报导